是个训练过程 它等于这是慢热性 它不像是武术练几年或者三打 练一年两年 你说慢热性也行 就是训练的东西 因为我们从小肌肉是从生下来以后 才开始在训练 你走路拿东西 这都是练肌肉 但是练松别人 这个很难学 因为你没练习过松别人的技法 听说是三年都练 三年练就练好了 得需要三年的时间 三年只是入门 一句话太极十年不出门 为什么十年不出门 其实我们这口诀 我们师父给传现的口诀 太极前述气为宗 太极前以一道气 你得把气练出来才能叫太极呢 没有气那不能叫太极 那力还叫太极吗 太极是太极以一道气 气练出来了 你怎么用气跟人去搏击 但我一说这个 好多人就不太相信 因为我老说力可以破场 气就是场嘛 场可以破力 场是什么呢 场是把这东西松开了就场了 力是什么呢 是物体的对抗 我把你对抗上了 你还能松得开吗 你就松不开了 我要松开你 你还能对抗吗 是吧 就是一个毛一个盾嘛 我要练得好 我就把你 叫你给你给我推 我一松你 你的劲儿是什么出来了 你弄我推完之后 我感觉就全身不疼 特别舒服 就跟被人按摩一样 对 别人弄你一下 你也弄不了 但你心里不不气 而且弄还挺难受 我就是把你松开 而且你出镜以后 心出口服 为什么你觉得好像没办法 在这还是这样 他就说我对你的场 对你的思想进行控制 全身 我能感觉 全身特别舒服 对 他叫 咱们叫 文字上都有记载 就说是 招手见不懂静 懂静 这就是神明 什么叫神明 就你一想我就知道 而且是什么 跟您推完之后 再跟其他人推 推完之后 第二天的感觉是什么 跟您推完了以后 浑身舒服 跟其他人推完之后 浑身疼 还集中在一个点 就是腰特别疼 要么是腿特别疼 再一个跟我们推 不会受伤 你跟别人推那么好 你会受伤 因为你用力 他用力 俩人力一放在背 因为他功力大 你打他不容易受伤 他弄你 可能把你哪个关节 把你哪个软组织 就磋伤了 但因为我松你 你不会有任何创伤 特舒服 这就是刚刚我说 是练画 实际才是这样 还有一个说法 就叫明劲 按劲 画劲 这是武术 任何武术 都强调这三种劲 太极拳也强调 就是明劲 按劲 画劲 像我们现在练的 就叫画劲 画劲 就把它松开 把它画了 反正我们老师 自己松开了 其实我们老师教的 自己松开不行 你得让他松开 他松开他就不打你了 你看你跟我推手 为什么你舒服 我把你松开了 假如我要推你 你可能你不会松 我就会受伤你 你会松 我一推你 你还会倒 但我跟你松出去呢 你觉得很舒服 实际从太极前这么说吧 就说 我不知道别的老师 去教什么 但从我们这儿来讲 就说是 你真正说 你掌握了这条以后 从武术角度来讲 也便于提高 就起码我送你 你就打不到我了 这当然是个过程 但基本上从技法上来讲 它是这么一个 就是把你拆开了 而不是说你打我 我打你 这个跟什么有关系 这跟我们现在学的武学 其实武学上都有文字记载 说这个炼精化气 炼气化神 炼神还许 这像我们就叫松散通空 就松散 就你把你的力量 我给你松散开 松散开不是成气了吗 你不是松散开了吗 我把你气笼过笼 我都再还给你 就是 就 那神 就是有时候 为什么看 有人说那个神打 那神打是训练出来的 它是一种能量 你没有能量 你看我怕你 但是老虎看你就害怕 因为它确实有扑你那个能力 它有吃杀 就是有扑杀你的能力 就能带出那种杀气来 因为它眼睛后边是有武器 它能看出这种能量 所以才有一个呢 炼神还须 就你有了神了 我能把你松开 就化进你了 就跟我们松散通空 这空就把你给了空 通我就到你里边下来 那天跟念仪推完了 我感觉我痛了 我感觉我痛了 来以后实际通过你们的学习批高 然后你们再 咱们说再讨论也好 再说也好 就更有说服力 而且这个东西啊 不要排斥其他的东西 你就是你 它就是它 没有什么好坏之分 只有不同之分 因为什么都是武术啊 采烈左铐 彭律解案 占联粘随 松散通空 我们练的就是松散通空 所以现在我们这彭律解案 采烈左铐都不让练 占联粘随呢 你也没有 因为你得先松散通空了 有了这场了 才能练这个 然后再练采烈左铐 彭律解案 这又是一个味道 你如果没有这个场 像我们老师说的 你没有场的 你不使劲使什么呀 就跟咱们说似的 它有枪嘛 它没子弹 它不拿枪巴子 论它使什么 它就有子弹 会射击了 然后才能当枪使呢 不是 确实老师说的非常好 感谢您的观看